你以为你很了解韩婷吗 剩千名员工事业 我们去哪儿啊 陪我女朋友吃饭 走 走 韩婷 你爱我吗 心晨 不过是用来打养父的样子 你让他欢心呢 他就留你 你要是讨他不行 如果有一天 我也出击了东西的利益 你也会这样对我吗 由谭松韵 徐凯领衔主演的都市职场爱情剧 你比星光更美丽 正在播出 欢迎订阅 每日解说精彩剧情 季星擅自修改星辰股份 和韩婷分道扬镳 辞去总裁职务 季星和韩婷在一起后不久 两人便商量着见父母的事 季星心中很是开心 过年把韩婷拎回去给爸妈看 想想都很开心 之后 医疗植入器械 试验产品展销会召开了 星辰分到一个位置极佳的展位 这一年星辰发展迅速 汉海更是突飞猛进 成了医疗植入器械行业内的佼佼者 名声越来越响 展翅对面而立 不免暗自较劲 季星看着他们的发展 不免心里有些失落 之后 曾迪找到季星 表示韩婷是为了对付姐姐 当初才投资的星辰 韩婷所有的野心和欲望 都在事业征服上 对情爱很是寡淡 对季星的兴趣也快到终点了 季星很受打击 他决定要彻底脱离 韩婷对星辰的控制 擅自改了星辰的股份 之后两人大吵一架 分到扬镳 季星收拾好星辰 很快离京回了老家过春节 他决定让出总裁的位子 离开星辰 趁着这段时间好好清静一下 想想以后的路怎么走 之后 汉海和星辰两家公司合并 更名为汉海星辰 东洋的人工智能医疗项目 归入汉海星辰业务板块 自此汉海星辰成为东洋医疗旗下 具有独立运营权管理权 且独立于传统模式之外的新型子公司 并且独立于传统模式之外的新型子公司